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潘路 欢迎您收看潘路史上的节目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5日 下面是今天的短视频 第一条还是关于疫情的 极端的防疫措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这几天疫情反复严重 我所在的很多电报群 我熟悉的群友们 很多人都有了症状 不要说什么阳性阴性的 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 都说自己已经出现了新冠的症状 我觉得这个是又一次的中共政府 由于它是无限政府 它的人定胜天的这种 斗天斗地其乐无穷 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错过了最佳的集体免疫时期 又在病毒最为活跃的农冬季节 一下子开放 那么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受惠后果 今天我看到了推上有很多朋友 北京沈阳等地多地殡仪馆当机 因为殡仪馆的员工都出现了大量的阳性 上班都没忍耐 因为尸体火化要人操作了 所以尸体堆压严重 无法火化 我看到了推上有视频 北京的殡仪馆面貌车排场队 尸体没办法火化 医院的兵库塞满 所以我有看到了一个 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有一位医护人员发给朋友圈的一个消息 各位同行 因为这两天殡仪馆职工入席阳性 上班人员紧缺 严重紧缺 又因北京市近期死亡率上升 现预定火化时间 最少都在五到七天 遗体积存情况严重 为保证本院的基本服务 请大家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无空箱 借给大家使用 空箱就是存放尸体的冰柜 另外北京大学网站被复告给填满了 很多老教授集中去世 也包括了清华大学 很多的老教授集中去世 所以呢 这个社会确实 其实都是人为的人道灾难 我想呢 有时间我做一期那个直播 直播题目就是 中国是防御是无限权力量造的升华危机 好 第二个新闻呢 是由于医疗资源透支 各地药店 这个退伤药 告状 一个字 抢 所以呢 这中国人又体现出他们的料性 走别人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这个我讲过了 今天我讲的是医院 医院 由于大量的病人堆积 所以医院 对付不了这么多病人 今天出现了露天医院 很多老人躺在躺椅上 在外面掉水 家用车呢 竖起了高高的掉水杆 出现了家用车掉水器官 骑电动车的掉水器官 我觉得 这也体现出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的医用 知识储备都没有 因为这种病毒是没有办法靠医药来治的 只有你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来战胜它 出现强烈的发烧需要有退伤 其他情况你是不需要去强制掉水的 因为抗生素对病毒是没有用的 好 第三个呢 是中国人终于把他们的触角升级到全世界各地 多个国家限制华人购卖退烧药 用简体中文提示限购条款 比如美国阿拉利亚 美人限购两核 美人限购三核 所以水鬼模式呢 传到了海外 所以我讲中国文化 就是普达精神 不服不行 第四个新闻 12月14日 巴基斯坦比路支省著名的瓜达尔港遇袭 据最新消息 约有10个游库 至少12艘载油团被摧毁 此外有大量财产损失 这次销毁的石油约占 巴基斯坦石油储备的25% 犯案者极有可能是 比路支解放军 摩求比路支省独立建国的一支独立武装 瓜达尔港是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数量 这个这么多油库呢 很多石油都是中国的中石油的储备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 第五 12月4日 德国总理苏尔茨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指出 普京在他的战争中失算了 低估了乌克兰人的勇气和欧盟的战斗意志 他说我们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财政 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 在俄乌问题上一直中立的教宗方基各也发声 敦促人们圣诞节少花钱 过一个节省的圣诞节 省下的钱送给有需要的乌克兰人民 好的 干掉他 一定要把普京活捉 然后送到海洋来 我要去 亲自去看 可能进不了这个审判厅 但我在外面要拿标语 一定要严惩普京这个战争罪犯 好 第六个新闻呢 是提醒各位 没有事千万不要带你的孩子去体检 每年中国有十几万未成年人失踪 找到的是寥寥无几 这个发生在一个人均两个摄像头的国度 我觉得是有点惊奇的 因为你要知道中国的人摄像头有二十亿个 怎么可能让这么多人十几万人莫名其妙地失踪呢 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失踪 是吧 我特别读一个新闻 江苏省数千市一家保健机构 向教育卫健的部门行贿 三十六人次将学生体检数据用于商业用途 所以就有我开始的那个提醒 没有事不要给你的孩子体检 你也不要去体检 我已经讲过了 我有个学生因为发了我的推文 他被喝茶 喝茶就喝茶 一个未成年人 你验他DNA干什么 这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 好 第七 静外敌对胜利无所不忍 一个叫张志敏的教授 他应该是中科院 写到 北京疫情让人吃惊 不排除敌特 让国人精益磨难 需警惕 当然这篇文章全是屁话 我不读了 我一定要讲的就是 任何事情 外事不灵 境内敌对势力 境外敌对势力 内事不灵 不明真相群动 好 华盛林邮报呢 是一个非常左的媒体 他昨天写文章批评 阿格林队这次闯入了 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 18号将跟 法国未免冠军法国的争夺 大力神辈 他居然指责 阿格林队没有黑人球员 是政治错误 你们怎么可能没有黑人足球呢 怎么可能没有黑人足球队员呢 没有黑人足球队员 你怎么可以去争夺世界杯呢 怎么扯他妈蛋嘛 阿格林呢 又一正当回应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队 不是迪斯尼的电影 看得我都要笑了 提出说跟政治正确 跟黑命贵有什么关系 美国真的是没救了 第七个是世界维生组织 发表了文章说 中国病例爆炸 早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开始 所以这个清零政策放松 跟爆炸没有关系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控制 所谓动态清零 那他老病 说他这个 智商晚期 智商还晚期 2022年12月14日 在内市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 WHO卫生应急计划执行主任 米切尔·雷恩 在日内瓦联合国记者协会组织的 新闻发布会上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中国的疫情实际上早就在封控之前已经爆发了 第十个新闻 是12月15日 今天早上网传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一名独自留在寝室 被考考研的学生因感染新冠高烧不退 导致休克 等宿管发现时已经死亡 年轻人 第十一个新闻是北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昨天12月14日指出 如果北京提出要求美国已准备向中国提供应对疫情的援助 包括医药 包括防疫的基础的一些物资 科比说我们已经表明我们准备以他们认可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提供任何的帮助 北京会接受吗 刚才那位那个张志敏那个中科院的那位已经讲了 境外敌人事实里捣乱 我还是劝美国不要来送物资 你送物资 送药物 他然后说你尝了毒 中国人的恶毒你要知道 然后说美国人传过来的 美国人亡你自行不死 美国人要亡早就亡你了 还等到现在 二战就不帮你打日本了 毛病 今天波斯顿波克利音乐学院的一名中国粉红留学生 因为恐吓声援 并且跟踪白子革命的中国参与的接受运动的中国活动人士 扬言要砍掉抗议者的手 因为他这个话 今天被FBI逮捕 逮捕 注意了 以后在法治国家千万不要说这种威胁到对方生命安全的话 包括在荷兰 你不能说潘若我看不惯你 我要把你杀了 这句话是要做脑的 跟你说一下 第十三个新闻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知道大帝刚刚去过沙特好像人民币美元计划有突破 但是我今天告诉你又泡汤了 为了请求沙特接受人民币购买美元 购买石油 不是购买美元 购买石油 给了沙特300亿美金 承认伊朗的三个岛的主权属于沙特 这是跟伊朗有争端的啊 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 结果是人民币换石油计划没有实现 还揉入了伊朗 今天伊朗表示全面支持台湾独立 好了 班师都砸自己脚 国内媒体静默无声 人民币石油计划再次搁浅 而太平洋对岸传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昨天美国宣布可控核举变获得成功 石油时代即将结束 好 你慢慢整吧 这就是我下面说的这个新闻 一个大新闻 12月13日 美国人员部宣布 可控 可控啊 可控核举变成功 为什么说可控呢 因为很多人不清楚 核举变其实早就成功了 什么时候成功呢 第一次氢难爆炸 就是核举变 但是那是不可控的 为什么呢 需要原子弹的高温给氢难 给刀核 聚变产生一个启动的热量 这个热量达不到 太高了 也就是日新的温度 所以呢 这次达到 实现了这个可控核聚变 一点也不出货预料 因为我早就预料到 可控核聚变在近几年会突破 位于加州劳仁斯利福 穆尔国家实验室 成功取得了人类历史上 首次的可控核聚变突破 这是人类历史上 人缘革命的新的里程碑 也暗示着 化石难料时代的终结 我下面有我的思考 但本人思考这个问题 很久了 提出三点 看法 第一 请美国要看好这项技术 如果俄罗斯 中国 伊朗 朝鲜 这样的邪恶政权 窃取了这样的大杀气 该怎么办 这第一问题 第二个 根据卡尔达 肖夫指数 地球 因此项技术 可能进入了 行星文明时代 终于来临 但是 当下的这个科学主义 主导的社会 有了这样一个技术 真的是好事吗 第三点 当下的地球背离 地球人啊 背离基督信仰 教会普遍衰弱 西方也是 中国也是 人类需要怎样的道德原则 才能驾驭这样的文明版图 因为它是行星等级的文明 终上 我认为 可控核聚变 不一定就能给人类带来 辉煌前景 也可能蕴藏着 毁灭人类的力量 好 今天呢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 这个今天的短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也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感谢你订购 我们的会员频道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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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